台湾乡亲讲的闽南语客家化和福建广东乡亲讲的闽南语客家化是一样的 是汉语在长期历史中形成的地域性的分支或变体 由福建广东地区的先民带到了台湾地区 台语就是门南语 古早时为福建穿过台湾 那么台湾乡亲讲的客家化呢 那像几百年钱广东村台湾 两边讲起来那样的 就那样的事 民进党当局企图在方言名称上做政治文章 完全是自欺欺人 无论他们怎么折腾都磨灭不了台湾社会的中华文化印记 淡化不了台湾同胞的中华民族意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